各位觀眾大家好 35家案又來了 今日5035家顛覆案的被告 包括戴耀廷、歐樂軒、趙家賢、鍾錦倫 和吳政亨進行求情 和大家簡單地講解一下 由於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罰 設三級制 當中首要份子或者罪行重大的 處於無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積極參加者 處於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其他參加者 處於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區域或者管制 可笑的是 戴耀廷居院主張 自己屬於第三類別 屬於其他參加者這樣說 不知大家覺得怎樣 難道戴耀廷忘記了當日 35家顛覆案 正正是自己主動策劃和推動嗎 他的惡行真是慶祝難輸 今天跟大家重溫一下 多年來 處於心積累破壞香港的戴耀廷 身為港大法律學院所謂副教授 他在2013年初提出非法佔中的行動 鼓吹所謂的違法達義 令香港走入暴力的深淵 我恨真是數之不盡 在2014年 戴耀廷更加大頭宣佈 佔中正式啟動 開始歷時79天 遍佈多區的違法倒路行動 嚴重破壞香港社會民生和經濟 並且在校內校外 荼毒大批年輕學生 相信當年所有香港人 都受到佔中支撫 而在2016年 戴耀廷策動所謂的雷動計劃 企圖干擾 立法會選舉的公平性 在蘋果日報刊登廣告 意欲號召二十萬人 聽他的號令 真是你為號令天下 莫感不從嗎 通過配票 幫助反中亂港勢力骨幹 奪取立法會一半的議席 他曾經得意洋洋地宣稱 如果計劃成功 不用使用拉布的手段 就可以否決特區政府施政 達到顛覆政府 迫使行政長官下台 掌握權力的目的 後來他又發起所謂的風雲計劃 打算舊調重彈 都是為了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而無所不用其極 另外戴耀廷更加曾出席 不同海外場合 參與一些反華組織的會議 大肆地播毒 包括散佈中國 可能會崩潰的言論 意圖分裂國家 而在2020年7月 戴耀廷在《蘋果日報》發表的 《真攬炒十步曲》 這是香港的宿命 清晰地提出他顛覆政權的十步計劃 簡單而言 先通過奪取立法會的控制權 從而癱瘓政府 令政府難以運作 最終通過勾結外國勢力 以達到顛覆政權的目的 以上種種破壞香港的惡行 都顯示出 他被定罪 實在是罪有應得的 他的捐款來源 其實都很有問題 戴耀廷自違法佔中以來 多次主導大型政治運動 他的資金來源一直都是誠意 更多次捐入捐款醜聞和帳目不清的問題 其中戴耀廷早在2014年10月 已被揭發以中間人的身份 向港大法學、法律學院、人民學院 和民意研究計劃 捐出四筆合共145萬港元的匿名捐款 被港版質疑是為了配合違法佔中而來 此外戴耀廷在2016年推動的所謂雷動計劃 開支更加不菲 包括前期大量的準備工作 設立雷動升立民調系統 並且需要專人長期運作 再加上各區的對談會 在網絡和傳媒上的宣傳、統計 和一班後勤的工作人員 費用動斥數十萬港元計算 但就從來不見戴耀廷出來籌款 亦令人質疑有關的資金 究竟會不會是在老美那裡來的呢? 戴耀廷曾經作為港大法律學院的副教授 你應好好教導學生何為法治 但他的所作所為就完完全背道而馳 以上種種的事跡都可以看到他 利用自身的影響力 將歪理包裝成為所謂的真理 絕對是黑暴幕後的推手 鼓吹攬炒、顛覆國家 其心真可諸 現在戴耀廷判刑在職 他居然毫無廉恥地主張自己 屬於第三類別 只是其他參加者 簡直是宜笑大方 我絕對相信法庭 必然會對戴耀廷作出非常合理的判刑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記住留意大衛sir為大家的報導 今日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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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